安安 这里是山姆叔叔 我是Sam 相信各位都已经看到这本书的书名了 我为什么会这样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我就是喜欢吃甜点或是垃圾食物 为什么我的想法总是比较负面 或是为什么我会是外貌协会等等的 有太多的为什么了 感觉这些问题很简单 就是每个人的生活环境不同 想法或是兴趣也会不同 你有你的想法 我也有我的想法 这很正常啊 哪来那么多为什么啊 对不对 但事情真的有这么简单吗 我眉头一皱 随着风的律动 做出精辟的推理后发现 其实很多问题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 如果想要了解我们人类的想法跟行为的话 这本书里面都会有答案 他这本书的作者是比尔苏利文 他是印第安纳大学医学院的教授 研究遗传学跟传染病学已经有20年了 他深信科学可以让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未来变得更好 所以他极力的在推广科学这个领域 但科学有很多比较艰深的概念跟术语不好推广 于是他在2014年跟朋友成立了科普网站 用轻松娱乐的方式来谈论科学 大部分的人应该都会认为 我们所做的决定或是行为 都是依靠自己内心的想法去做的吧 我们相信是自己在控制自己的行为 但是经过我刚刚精辟的推理后发现 其实有一股隐藏的力量在后面操控跟调整我们的行为 有没有觉得听起来好像有点悬了 什么隐藏的力量 这本书会用科学的角度来让各位了解我们人类的各种行为 好那我们就进入主题吧 各位先回想看看你们学生时期的同学们 想看看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 有些人可能已经结婚有小孩了 家庭和乐融融 有些人家庭事业两得意 有些人却是家庭事业两头烧 我明明都是活在同一个时代 接受同样的教育 结果出社会后却差很多 为什么呢 难道过得比较顺遂的人 是因为带了开运护身手链吗 没有错 开运护身手链可以改变你的磁场 改变磁场就能改变你的命运 现在赶快来电波打开运专线 好啦我开玩笑的 掰不下去了 总之虽然是同学 但每个人的想法跟行为 还有成就都不太一样 有些人可以过得很顺遂 有些人却过得很坎坷 这就害我想到一张梗图 就是如何用一句话 伤害别人的三次 不知道对不对 我来教你们 就是你年纪都这么大了 还没有交女朋友 一定存很多钱吧 有没有 这句话真的是 如果你身边有这样子的朋友的话 我请不要伤害他啦 好我们言归正传 当我们看到家庭事业 两得意的人 我们就会觉得他就是很努力嘛 积极进取 那看到过得比较不好的 可能就会觉得他们就是 意志薄弱 懒惰 不求上进 等等的之类的 大部分人应该都是这样想 但是当作者开始研究生物学之后 他眉头一皱 发现事情并不单纯哦 拿饮食来说好了 有些人会笑那些爱吃的人啊 笑他们没有自制力 才会让自己变那么胖 也没有减肥的决心跟斗志 或是面对忧郁症的人 我们往往会说 你要勇敢接受事实啊 不要想太多啊 为什么我们会这么说呢 各位想象一下哦 如果今天是你的手机 花很久时间才打开一个APP的时候 你会不会跟他说 哎不要偷懒啦 赶快打开这个APP啦 或是当你的车子发不动的时候 你会不会跟他说 加油 拿出你的决心 拿出你的斗志 拿出你的意志力 发动吧 当你的手机或是车子出问题的时候 你会觉得他们在偷懒 或是缺乏意志力之类的吗 应该是不会吧 你们可能会想说我在说什么 人怎么跟机器比 对不对 虽然说我们人比那些机器 还要复杂很多 但其实人也是机器哦 如果我们能了解我们身体的运作方式的话 就能了解我们的行为 就能在必要的时候 做出事实的调整跟修正 就像修理机器一样嘛 哪边坏掉就针对哪边做维修 那经过科学家的研究后 发现了我们身体的运作方式 及三个影响我们想法跟行为的因素 分别是DNA 环境跟微生物 我们先来讲DNA 生命的起源都是来自一个 含有DNA的简单细胞 如果能读懂DNA 就能改变人类的历史哦 科学学家透过研究DNA后发现啊 DNA对我们的影响真的很大哦 人跟人之间会有差异 就是因为彼此DNA的不同嘛 那DNA的不同除了造成我们外观不同之外 DNA还会影响我们的智商 想法跟行为 很多疾病也会透过DNA 遗传到下一代身上 那除了DNA的遗传会影响到我们之外 还有一种遗传也会影响我们 叫做表观遗传哦 举例来说就是假设爸爸本身的基因良好 但是如果有接触到尼古丁或是一些药物的话 就会影响他精子中的基因 对他下一代造成影响哦 或是妈妈在怀孕的时候 吃了什么 做了什么 或是承受太大的压力 也会影响到下一代哦 所以我们一出生就是会受到DNA 跟表观遗传的影响跟限制 最明显就是不可能爸妈是黄种人 却生出黑人的小孩嘛 对不对 好那虽然说DNA很重要 不过DNA只是影响我们的其中一环而已哦 接下来就要说说环境对我们的影响哦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晒太阳 晒久了就会晒伤嘛 产生皱纹让皮肤老化 或是空气污染和辐射 也会对我们的基因 我们的身体造成影响 书中还有写到 在贫困环境中长大的小孩 成年之后身体相对也会比较不健康哦 好那除了这些实际的物质或是污染 会对我们造成影响之外 小时候受过虐待啊 霸凌或是承受一些负面的压力 也会对我们造成影响哦 注意哦 这不只是心灵上的影响而已哦 是真的会对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DNA造成影响哦 因为有影响到DNA 所以甚至还会遗传到我们的下一代身上哦 这就让我想到黄子焦被爆MeToo的事件 他不是上传了一部影片 爆了很多演艺圈的料嘛 其中也有讲到他小时候目睹妈妈出轨 这对他影响很大 我当时看到他讲这个的时候就觉得 你做错事就好好认错嘛 不要找一堆理由跟借口 但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才知道 原来小时候接触到负面的人事物 真的会对我们后续的严刑举止造成影响 所以由此可见 环境对我们的影响 真的是超出我们的想象哦 好那除了DNA跟环境 会影响我们的行为之外 最后一个会影响我们的就是微生物哦 在我们身体的表面跟里面充满着数不尽的微生物 包括细菌 真菌 寄生虫 跟病毒 那这些微生物是从哪里来的呢 有一部分是妈妈传给我们的 我们从产道出来的时候就会接触到了 还有喝母乳也会 那其他就是日常生活中的食物 水跟空气 或是跟其他人 还有动物的互动 这些都会让我们接触到微生物哦 有研究人员发现啊 我们的身体啊 围绕着一团细菌云 就像是史努比里面有一个角色叫乒乓那样啊 那这个细菌云 细菌云 又很难念 不要笑我 这突然让我想到 你们知不知道这世界上最难说出口的三句话是哪三句 第一句是对不起 第二句是我爱你 第三句是 南港展览馆馆长掌管的官方观光网站 绽放万丈光芒 来你们现在按暂停念念看 看你们有办法挑战成功 好了我们言归正传 这个细菌云就造成了我们每个人身上会有不同的体位 随着我们的移动啊气味就会飘散在空中 所以狗才会透过味道追踪到我们哦 科学家还发现 我们身体中的细菌数量比我们人类细胞数量还要多 所以我们到底是人还是细菌 我看是细菌人 好啦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既然我们有这么多的微生物在我们的体内跟体外 那他们究竟对我们有什么影响 举个例子好了 像是肠道中有些细菌可以帮助我们消化跟制造维生素 这应该蛮多人知道的 比较少人知道的是 肠道中的细菌如果比例失衡的话 可能会造成忧郁症哦 有科学家认为啊 我们体内中的细菌可以制造神经传导物质 来影响我们的情绪性格跟脾气哦 听到这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 其实我们很多的行为都是被DNA环境跟维生物这三个因素影响 但我们完全没有察觉到哦 我们会觉得自己的言行举止是自己可以决定跟控制的 会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制造出了一种自我的感觉 让我们觉得自己能够做决定 让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摆脱基因的控制 获得自由 但是却不是这个样子哦 那虽然说我们一出生就没有办法选择要怎样的基因 但是刚刚有说嘛 环境跟维生物也会影响我们啊 科学家现在也正在揭露我们人类的本质哦 找出我们从事各种行动的原因啊 原因其实已经讲完了 影响我们想法跟行为的就是DNA环境跟维生物 但光这样讲大家可能没什么感觉 所以接下来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实际的例子 让大家知道我们是怎么被影响的 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饮食 应该不少人喜欢吃甜点吧 你有想过为什么我们会喜欢吃甜点吗 你看其他哺乳类动物都没有在吃甜点 就我们人类爱吃 那为什么我们人类会对甜点无法抗拒呢 这就要回溯到很久以前哦 从前从前有个人爱你很久 但偏偏风渐渐把距离吹得好远 我不是觉得唱起来 好了不要闹了 在从前啊 我们的祖先需要靠采一些水果为生 那采集水果当然是要采已经熟了的水果嘛 那因为熟成的水果所含的糖分比较多 所以人类就演化出喜欢吃甜的甜性 那因为喜欢吃甜食是我们的甜性 所以我们对甜食才会难以抗拒啊 不过虽然说是甜性 但有些人就会吃的特别甜嘛 跟蚂蚁一样 饮料就是要喝全糖 这就让我想到台南人的梗图哦 台南人如果饮料不喝全糖的话 会被说是台南人之耻啊 不知道是真的还假的 欢迎台南的朋友可以分享一下 好那有些人就是控制的很好嘛 饮料都喝微糖或是无糖 也很少吃甜食 针对这件事情 科学家特别做了研究后发现 那些特别爱吃甜的人 其实是身体上的SLCA2基因发生突变哦 这个基因突变会让他们的身体 没有办法正确的侦测出血液中葡萄糖的含量 一般人可能吃一块蛋糕就觉得差不多了 那基因突变的人可能就要吃到三四块才觉得差不多哦 因此SLCA2突变的人 罹患糖尿病的风险也会比较高哦 好那除了甜食之外 垃圾食物也是一样会让我们无法抗拒 为什么呢 因为通常垃圾食物的热量都很高啊 而我们的DNA会让我们觉得高热量的食物很美味 所以就算是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得到这种食物哦 也有研究显示啊 如果妈妈在怀孕期间常吃垃圾食物的话 那生出来的小孩也会比较喜欢垃圾食物哦 那虽然说大家都知道吃太多甜点或是垃圾食物对身体不好 但是刚刚我们说了会这样是因为基因突变嘛 是因为大脑的渴望 那这样是不是就没救了 当然不是 一开始有说了 影响我们人类的除了基因之外还有环境跟微生物嘛 科学家就发现了我们吃的东西会影响我们体内的微生物 而我们体内的微生物会影响我们想要吃的东西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只吃垃圾食物的话 你体内喜欢垃圾食物的微生物就会变多 那喜欢垃圾食物的微生物变多 这些微生物就会告诉你的身体来吧 再多吃一点垃圾食物吧 于是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哦 那如果想要改善这种状况的话 我们就是要均衡饮食 可以多吃含有纤维的食物 像是五穀类、豆类、蔬菜类 它可以帮助我们改善肠道的微生物 降低我们发炎的状况 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哦 好那听到这边 希望各位可以更重视多吃蔬果跟均衡饮食的重要性哦 因为我们吃进去的食物会影响我们体内的微生物 而微生物又会影响我们的身体跟行为 所以下次各位在吃饭的时候 不要只想着自己 还要想想你体内的微生物啊 好那说到微生物 我前面有说到嘛 如果肠道中的细菌比例失衡的话 可能会得到忧郁症 那关于忧郁症 科学家就在研究忧郁症的基因哦 发现忧郁症跟遗传有关 也就是说如果你家族有忧郁症患者的话 你得到忧郁症的机会就会有37% 那剩下的63%就是来自其他地方嘛 像是环境跟微生物 科学家透过老鼠来做实验 让老鼠吃益生菌 就发现了吃益生菌的老鼠 焦虑程度下降了 类似忧郁的行为也减少了 不只是老鼠 很多条线索也指出 我们肠道内的细菌 在某种程度上也控制了我们的心情哦 研究人员就对比了忧郁症的人 跟没有忧郁症的人体内的微生物 发现就是有差异哦 不过光是有这个对比还不够了 我们还要知道 到底是心情影响我们体内的微生物 还是微生物影响了我们的心情哦 于是科学家又做了一个研究 就是把忧郁症的人 肠道内的细菌移植到老鼠体内 结果发现老鼠就有了忧郁的症状了 出现了焦虑的行为 那把一般人肠道的细菌移植到老鼠体内 老鼠就没什么事 这实验就证明了 我们体内的微生物 真的是会影响我们的心情想法跟行为的 那在2011年发表研究指出 益生菌可以降低我们体内的压力激素浓度 减少我们负面的想法 不过益生菌会受到我们的饮食跟体内微生物的影响 导致每个人吃益生菌的效果就会不同 虽然说目前认为吃益生菌是没什么问题的 但科学家还是持续在研究益生菌 能带给我们的效果有哪些 如果对益生菌或是其他保健食品 有兴趣的朋友们 刚好我的朋友在信辉药厂上班 跟他拿保健食品的话 大概是一般市面上七折的价格 还蛮便宜的 买两盒就免运费 他说他们家产品卖的比较好的是 叶黄素、益生菌、鱼油跟B群 那产品的连结我会放在资讯栏 有需要的朋友在私讯我的IG 我再给你们报价格 好我们言归正传 除了微生物会影响我们的心情之外 环境也会影响 前面有说到 小时候如果被虐待 或是处在压力很大的环境之下 对我们的身心灵 真的会有很大的影响 除了容易得忧郁症之外 连得糖尿病跟心脏病的几率也会增加 所以各位如果已经有小孩的话 真的要让他们快乐的长大会比较好 好那总结来说 忧郁症其实没有我们想的这么简单 会特别讲忧郁症 是想让大家知道 忧郁症不是什么抗压性低玻璃性的人 才会得的病 也不是你跟别人说 不要想太多啊 看开一点就好了 又不是斗鸡眼 斗鸡眼才能叫他看开一点就好了 对不对 是不是有点冷 好啦 那关于忧郁症 这个疾病 因为受到了很多基因的影响 所以就比较复杂 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克服 如果有这方面问题的朋友 除了看医生之外 也可以听听看我的卡内基快乐学 跟摆脱不安的50个情绪修补练习 或是改善饮食 买个益生菌来吃之类的 看看效果怎么样 欢迎留言跟大家分享 好那最后要跟各位分享的是你的伴侣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要有自己的伴侣 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应该都有自己的另一半吧 就算现在是单身 应该也很少有人会说 我就是要单身一辈子吧 对不对 大部分人都还是会希望要有自己的另一半嘛 那为什么我们会想要有另一半呢 你看像细菌哦 他们就不需要有另一半 他们要繁殖的话很简单 就是自我复制嘛 他们不需要滑交友软体 不需要花时间跟别人培养感情 也不用浓妆艳抹的 也不用担心 见面了这个人会不会跟照片落差很大 一个细菌在30分钟内就能一分为二 二分为四 这样分下去 一个晚上就能复制好几百万个细菌啊 也不用问什么 昨天晚上表现得还好吗 不用 这样一比较下来 是不是突然觉得 人类好麻烦哦 不过说到底 我们会想要找另一半 其实是为了繁衍嘛 那细菌这种无性生殖的好处就是快 而我们这种有性生殖的好处就是可以增加遗传的多样性 而细菌的繁衍虽然很快 但是他们每个都一样 只要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的话 他们可能就会全灭了 我们人就不会嘛 因为有性生殖的关系 让我们即使遇到了什么病毒也不至于全灭 不过也是因为有性生殖的关系 让我们成为了外貌协会的成员哦 刚刚说了 找伴侣是为了繁衍 那既然是为了繁衍 我们当然会想要跟好看的异性在一起 繁衍后代嘛 虽然大家都知道 不要以貌取人 但是长得好看的 身材好的 五官端正的 就是会比较慈祥嘛 我其实就是因为这样才不露脸的 因为我知道我那帅气的脸庞 忧郁的眼神 就像漆黑中的萤火虫一样 那样的鲜明 那么的出众 我怕你们会异乱情迷 没有办法专心听我说书才不露脸 好啦不嘴炮了 那说到外貌协会 除了看脸之外 很多男生还会看女生的胸部 腰部跟臀部嘛 也就是三维 那为什么男生会对于这种身材较好的女生会比较没有抵抗力呢 原因也是为了要繁衍后代 科学家推测 男生会喜欢聚乳是因为原始的下意识 把聚乳跟健康还有生命力画上等号 这是养育自己后代的重要特质 那腰部跟臀部呢 男生也会在意女生腰部跟臀部的比例嘛 那有研究就指出哦 腰跟臀的比例最好是7比10 因为这个比例是女生生殖力最高的比例哦 只要偏离了这个比例就会不容易受孕 容易流产 甚至容易有一些慢性疾病哦 所以不要再说男生肤浅了 会喜欢身材好的原因 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后代啊 好那听到这边 女生们先不要激动 因为说完了男生 接下来就要换女生咯 女生一样是外貌协会哦 女生会比较偏好阳刚的外表 会看男生的肩膀宽不宽啊 眉毛浓不浓密啊 这些特质可以让女生一眼就辨识出这个男人 man不man 力气大不大 除此之外 女生还会看男生的社会地位跟财富 这些一样都是为了后代着想 所以各位 不要再说男生肤浅女生拜金了 都是为了我们的后代啊 好那既然都是为了繁衍 为了后代 那有人应该会想说 同性恋的人该怎么说呢 同性恋没有办法繁衍后代啊 感觉就不符合生物学嘛 所以我们会觉得同性恋的人是不正常的 但这其实是不对的哦 因为目前已经发现了 有超过400种的物种有同性的性行为哦 会有这种同性的性行为 其实是因为某些基因不一样所导致的 而这些基因在我们出生之前就决定了 完全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啊 所以在这方面 我们唯一能做的选择就是 尊重那些和自己不一样的人哦 好我们再回到外貌协会 我们会这么注重外表 可能是从古时候就一直演化而来的 算是我们的天性 不过我们要知道哦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已经不是两个男生打一架 打赢的女生就跟他走的年代了 现在这个年代 外表已经不是一切了 我们是可以透过我们的智慧 摆脱基因对我们的影响哦 所以我们在选择伴侣的时候 记得把内在美也要纳入考量哦 大家都听过 相爱容易相处男啊 所以不要只看外在条件 内在也是非常重要的哦 那如果跟另一半相处有问题的话 可以听一看我第28集的 高动男人的恋爱逻辑 里面有听到要怎样跟另外一半相处沟通 里面提到的问题很多都是相对的 所以男生也很适合听哦 好那最后跟大家讲了那么多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了解 实际上影响我们想法跟行为的因素是哪些 就是DNA环境跟微生物嘛 那当我们知道的这些会对我们造成影响之后 我们就可以针对这些因素做调整 让自己变得更好哦 那我就找了三个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好的方法 跟大家分享 分别是运动 冥想跟控制饮食哦 首先是运动 许多研究指出 运动除了可以增加我们肌肉的力量之外 还能提升我们的脑力 各位想不到运动还能提升脑力吧 而且这个提升的脑力还可以遗传给下一代 是不是削海 所以各位还不动起来吗 好那再来就是冥想 冥想也是一个可以帮助我们改善身体的方法 有冥想习惯的人 比没有冥想习惯的人 更能处理遇到的压力 而且冥想还能降低我们体内发炎的症状 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哦 好那最后就是饮食了 有研究显示啊 一群重度忧郁症的患者 透过三个月的地中海饮食之后 有三成的人症状都获得改善哦 那关于地中海饮食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查一下 简单来说就是健康的饮食啦 目前很多研究都在寻找 如何透过健康食物中的益生质 来调节我们体内的微生物 进而改善我们的情绪哦 这边解释一下 益生质就是益生剧的养分 它可以让我们的好菌变得更好 那虽然说目前光靠饮食 没有办法治愈大部分忧郁的状况 但相信未来益生菌跟益生质 会成为精神病患者的重要疗法哦 那除了健康饮食可以改善情绪之外 前面也有说到 你如果吃太多垃圾食物的话 体内的微生物就会变得 都是喜欢吃垃圾食物的微生物 那这些微生物 因为想要吃垃圾食物 就会告诉你的身体哦 来吧 再多吃一点垃圾食物吧 于是就会形成恶性循环嘛 所以控制饮食真的是很重要哦 好那听到这边 有人可能会想说 啊不就是多运动 吃得健康一点 没错就是这样 但在还没读这本书之前 我们顶多只是知道 多运动跟吃得健康一点 可以预防肥胖跟一些慢性疾病 根本就不知道 原来运动跟饮食 竟然可以影响我们的想法行为 甚至是下一代哦 所以各位 听完这集之后 除了让你们可以了解 影响我们的因素有哪些之外 也希望让大家可以更注重 自己的身体健康哦 不光是为了自己 也是为了自己的下一代哦 好那关于这本书 其实里面还提到了很多问题 像是 为什么我们会有宗教信仰 为什么我们的服从性这么高 为什么有些人就是谦卑不罪 有些人就是不干淋 太多了 都讲的话太冗长了 针对这方面有兴趣的朋友 就自己再买一本书来看 好那我总结一下 这本书就是要告诉我们 我们人类的想法跟行为 其实都是受到DNA 环境跟微生物的影响 为什么要特别告诉我们这件事呢 因为人类从很久以前 就认为自己的想法跟行为 都是出自于自己的本意嘛 是自己可以控制的 但现在经过研究后发现 几乎所有的行为 都不是出自于自己本身的决定 而是受到了刚刚说的 DNA环境跟微生物的影响 我这本书读到一半的时候就觉得 啊什么事都是基因啊 遗传在影响我们 这样感觉好像我们什么都不能做 但事实正好相反 因为当我们知道了 影响我们想法跟行为的因素之后 我们就能采取正确的行动 让自己变得更好 而且知道了这些 也可以让我们更了解别人 像是忧郁症的人啊 他们可能是受到基因环境跟微生物的影响 才会得忧郁症 你现在知道了就不会跟他们说 啊不要想太多啦 没事啦之类的这种话 你也会知道他们不是抗压性低 不是玻璃性 那知道了这些就能更有效的帮助他们 或是鼓励他们哦 那之后随着医疗的进步 搞不好就会研发出一种药物 吃了就可以让我们体内的微生物变好 从此没有忧郁症 或是吃了就可以让我们某些基因的表现变得更好 让我们变得更聪明之类的 我认为应该是蛮有可能的 不过在还没发明之前 大家还是要顾好自己的身体会比较实在了 好那以上就是这本书的重点整理跟分享 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留言跟我说 或私讯我的IG 觉得不错的话 五星支持鼓励分享一波 有想要买保健食品的朋友 欢迎私讯我的IG 那这集就分享到这边 拜